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结束 而美国当选总统拜登12月1号接受采访时表示 自己仍坚持此前持有的关于伊核协议的观点 拜登曾表示 如果伊朗严格遵守伊核协议 美国将重新加入该协议 并考虑取消美国现任政府对伊朗实施的制裁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称 以色列总理内坦尼亚胡已经向美国政界发出明确警告称 绝不能回到以前的伊朗核协议 我们必须坚持不妥协的政策 以确保伊朗不发展的武器 与此同时 据美国防部消息人士透露 在特朗普任期的最后两个月 仍有大量军事力量被部署至波斯湾附近地区 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命令 美国海军将派遣尼米兹号航母编队前往波斯湾海域 美国空军4架B-52H空炸机 几天前也飞复中东 而美军上一次在中东部署远程空炸机 是在今年年初 落参 ex dir